親愛的蘇貞牧師還有施藏 大家好 我真愛來人家 我很喜歡來這裡 而且常常忽然說了就來 昨天下午就來一趟 因為我就有時候帶一點東西來 就換一大堆東西回去 今天我要跟各位來談 這個盲 VS 這VS就是對照 還有比較 還有對抗 你說 要安裝 你是要安裝 沒有要安裝 好不 好像阿扁很喜歡 不然你是要安裝 哈哈 但是人也有這樣說 表白沒有六百的句 真該說 選舉已經過去了 那一票投下去的時候 你是老闆 投完就 就沒有了 沒關係啦 兩人要再說 好 其實我這樣想 我這樣想 無論誰當選 都有上帝的意思 對 當然如果說有誰 沒有在那個位置 沒有在那個位置 不曉得 一直在那個位置 那個心就開始就 對 但是 大陸那邊可可怕 我老實說 有人希望大陸那邊過來 其實 看到路的現在 你就會曉得 很慘 我們視障是從那邊 常常在那邊 知道那邊的情形 很慘很慘 好 那 我今天要談這個 約社會酒證解夢 然後卻被忘恩 做人就是這樣 最怕 有人忘恩負義 可是 沒有到 堅持到最後 不曉得 到底 就像最近有一句話講 那個 水沒有落下去以前 不曉得是誰 沒有穿褲子 好嗎 一樣 你到水漏 時出 才看到 哦 原來事實真相 是這樣的 那剛才我們已經 讀到聖經的經文 那 我這裡也要講 生命逆轉勝 古人的看法是什麼 不禁一番寒測苦 厌得美馬 苦彼香 那 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向人 那 那聖經也說 神啊 你曾試驗我們 熬煉我們 如熬煉影子一樣 所以聖經講 鼎為煉燃營 如為煉金 為耶和華熬煉人的心 有時候他甚至還讓人 誇你幾句啊 有人很喜歡被誇嘛 一誇了就 迷了 就昏了自己 就不曉得 在哪裡了 然後就很容易被騙 那麼 孟子也曰 天將將大任於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精福 惡其肌膚 空法其身 行不難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 正義其所不能 好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嘛 怕斷手骨 有用 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這骨頭 是空心的 這大骨都空心了 變成骨沒有 大骨都空心了 為什麼空心呢 因為空心裡邊是在 有那個骨髓 可以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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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它空心的必要 而且空心也比較輕 沒有 然後 大骨頭 大骨頭都是十斤的 我們每個人 最少比現在還中五公斤以上 對 可是因為它有骨髓 所以它會造血 它會造血 怕斷手骨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那些怕滾頭的 還是那個臉部缸 他們甚至故意把手骨頭打斷 一次兩次 腳骨頭也是一樣 因為等它骨頭接好 重新長出來的時候 那個空心的斷掉的部分 會變成死心 那死心呢 就會 同樣跟別人 兩個人 手腳腳還是 他死心 死心呢 會比空心的強 所以 他們甚至有的是故意 但也是在告訴我們 有時候我們受傷以後 我們的靈魂體會比原來的更健康 因為受過傷 曉得怎麼避開 受過傷也曉得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會像溫室的花朵 風一吹 那麼就完蛋了 所以像我們神學院 大概比我們熟貞牧師更早 大概二十年吧 有一個女孩子 她從小就是跟阿嬤在市場賣魚的 因為爸爸媽媽都不在了 她是跟阿嬤的 後來阿嬤得癌症 之後她去賣魚 你曉得她幾歲才賣魚 小學六年級 在市場裡面賣魚 然後呢 她國中的時候還在賣魚 但是她國中的時候 已經在教會當子路學老師 所以 禮拜天也要賣啊 那時候剛才又吃一十五年 所以她禮拜天也要賣 但是她又在子路學教小朋友 所以呢 她賣魚的時候呢 甚至還會 為每一條魚按手 祷告的時候 讓每一條魚都找到婆家 這樣她可以很早就賣掉 然後她可以趕九點半 十點到教會來教子路學 這樣的女孩子 心智強不強 心靈 心靈 文體 強不強 強 所以喔 神學院裡面 如果有女生 女生會吵架 很容易吵架的 她們一吵架呢 都去找她 她年紀不是最大的 但是她心智最強 最知道怎麼安撫別人 排解別人的困難 我很喜歡她 因為她什麼事情都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困境裡邊 神會讓你發展出來更強的 屬靈的看見 那剛才我們就是看到這一段 她其實這個是 什麼呢 是那個孟慶兒 是孟子的後裔 而且她還是基督徒 她就用那個 天降降大任於私人這一段 然後唱一段歌 嗯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 瘋瘋瘋瘋青的老學 大家上次有一刻 是 瘋 到下天章 真余又半 大家注意聽喔 真大恩真無重 她這樣講的這些人都是什麼 在困境里边 然后这套天 大家都在困境里边 都在困境里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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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yeah g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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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部分 提醒我們 不可以過來 阿根的時候 就現在了 那在比较古的时候 我哪儿要奋发 想让自己热爱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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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我的乱讲了 下课 他没有乱讲 他不太懂 因为会唱会说不一定有经验过 那么你看这个中文很有意思 你看那个同样是心字旁 可是他立起来的时候是忧心重重 可是一躺下来就是忠心格格 你看这个疑也是一样 依然自得 可是如果他心一躺下来就变成呆咚 你看 跟这个心有关系的字 特别是 我讲的是这个跟王有关系的字 基本上都不是好字 不是好意思 这个温戏的啊 你看那个滑网灰灰 那个网字里面就有一个网 意思是说让人忘掉 温戏的啦 对啦 温戏的啦 这个爱跟受 爱跟受 这两个字差别很大 为什么 因为有人讲说 这个爱就是那个受字多了一颗心啊 其实不止多了一颗心啊 因为那个不熟下面根本不一样啊 对没有 下面跟下面不一样 下面跟下面不一样 那个 那这个是有 这个是有 有两种写法 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指 一个是衰 你看 连那个楷书体里面都有两种写法 你的字典里面可能也会写出来两种写法 那为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一个是 前面那个是念衰 后面这个念衰 后面这个念衰 有没有 一个念衰 一个念衰 衰呢 是后面慢慢走过来的 跟在后面的人 迟迟而来的 啊衰呢 是急急忙忙来的 可是意思是 不论是你 三三来迟 或是 你匆匆赶来 你都还是一样 都是晚来的 然后前面这个人嘛 他已经拥有 这个 上面的手 然后呢 把 他已经得到的东西 给下面那个后面来的人 那就是爱心 因为他心 就像父母 爱儿女 那那个孩子呢 在妈妈的肚子里怀孕 然后我听说这个世界很好 所以人家四个月才 满月才来的 他八个月就来了 他就是急急忙忙来的 结果呢 还是迟到了 为什么 他爸爸妈妈比他最少早二十年 所以他一无所有 爸爸妈妈已经有了 然后给那个孩子 爱心就是这样来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社会也很多有爱心的人 他拥有 他这里 有存 甚至有时候呢 不一定有圣 但是他看到有别人比他更需要 他就给他 因为他没有 我有 那重点就是爱 好 所以你看 这有两个写法不一样的 好 啊 因为是新年嘛 刚过今年才 今天在找到 今年的 过年的假好像短了一点点 比去年少一天两天 好 我跟你说这两天 我还更忘 我还更忘 很多时候是什么 想忘却办不到 比如说新仇旧恨 杀户夺妻 不共戴天 这前几个月的消息 还有那个借仇交仇 仇更仇 所以差不多 患忧郁症的人 基本上也就是因为他忘不了 心情不好 他有一些他想忘 忘不掉的 一直困扰他 一直困扰他 你就要靠吃药 然后让自己睡得着 或是靠吃药 镇定下来 我 我几个朋友 有这样的问题 他整天都要到医院区干嘛 调药 因为药太强了 他就变成亢奋 他就会很容易生气 那医生就给他调药 调下来 第一点 他要很困扰 很为难 都已经快六十岁了 然后光吃药吃了四十年 怎么办 现在加上什么 失业潮 大陆这一块现在怎么很惨 很惨 为什么 失业 然后像那个什么 恒大建筑 他一倒全中国就有几百万套的房子 没盖好 可是那些 买房子的人 的钱都押进去了 为什么 他要买房子 他要跟银行贷款 那我们是 你盖到哪里 我钱找到哪里 大陆不是 你只要买房子 所有的钱都下去了 银行 变成 房子没有了 但是银行的钱你还要还 好像全市就只有大陆是这样的 我的老房子被拆掉了 我去租了一个新房 我每个月付房租 然后 这里房子盖了一半 哇 冰掉了 他们叫浪雷楼 然后我的工作 失业 因为现在很多都百业萧条 怎么办 没有做这么奇怪 所以想到这些人 我整天都想到这些 因为这里边的有基督徒 也有不是基督徒 都同样遭遇到这个困扰 怎么办 怎么办 还有呢 只见新人笑 那闻就人哭 林清玄 我见各位去替讨 因为替讨是一个客家人 他就跟我讲 林清玄 我说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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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变心 可是她以前写的书 帮助了很多那些失恋的 或是被古经迷迷 然后因为丈夫外遇 然后被抛弃了 或是夫妻吵架 后来闹离婚 结果呢 看到她的书就和好了 她说林清玄 虽然后来她自己讲的 跟做的不一样 当然林清玄也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还有苦灵也是啊 还有一个酒刀 你知道吗 有一个年轻人会写书 还拍电影 她也是啊 哇 她跟她以前的爱人 海市三萌 海会哭水会烂 石头会烂 我电影的爱情不会变 结果后来都变了 你看 这种恨啊 你想 想要忘记 忘得掉吗 我们身在其中的 你老关键 我们没有在那些软的 都不知道 你看 这个苦灵 她也是啊 她说她是两性专家 结果 她看到一个 比她太太 又年轻又漂亮的 马上就怎么 嗯 嗯 哼 香酬赚 走了 就是这样啊 啊 所以 像有时候有辛仇旧恨 那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有什么 我不会忘记 啊 放在心里 所以这种也是忘不掉的 当然 如果有一天忘掉 说要报仇 什么事要报仇 忘记了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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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忘不了 忘不了 然后 会有这种 精神病 忧異症啊 甚至跳楼啊 还有呢 烧炭啊 甚至还有什么 妈妈 带着小孩 在家里 就一起烧炭 都可惜 有的其实只欠一点钱 当然有的也是因为 丈夫 什么什么的 这些 我上上礼拜 才处理了一个 我陪的那儿子 然后去处理他爸爸 他爸爸七十五岁 然后 有小三 结果 死了 他去处理了 他们老婆 没在那里看 他们没离婚哦 因为 就是 听说他先生什么 我只有朋友的爸爸 爱的那个 爱的那个 不是 什么小 小学同学 哎哟 小学同学 也老婆 七十五岁 爱几岁 七十四 对不 就把原被 抛掉了 所以原被 住在淡水 然后他住在农坛那边 这世界就是这样啦 我要说的是 圣经里面有这段 这是以后呢 埃及王的九正和三长 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九正和三长这二臣 把他们下在 护会长湖内的间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所以这里看出来 他们都是 那个法老往的进城 可是呢 护会长更大 为什么 你看 那个 法老不爽 把他的大臣下到监牢里边 是在哪里的监牢 是在副卫长家里的监牢 所以副卫长更大 副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便侍候他们 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被囚在兼支埃及王的九正和三长 二人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到了早晨 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便问法老的二神 就是他同求的 在他主人府里的 说他们今日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他们对他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表示互相问了 没谁 跟隔壁窗 铁窗里边的 我昨天这样那样 你们知道 大概可能什么数字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说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 说 我梦见我在 在我面前有一棵 不是这棵 是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 好像发了牙 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碑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 挤在法老的碑里 将碑地在他手中 约瑟对他说 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 三根枝子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提你出间 叫你关乎原子 你仍要地悲在法老的手中 和先前做他的酒正一样 这好事 到底他们是怎么下钱的 不知道 可能是一顿饭 法老要喝了酒 要吃了饭 结果烙晒 两个人都 有没有 就大概那个 国小国中的那个 阴阳午餐 有时候也会这样 但是他们都会查 怎么查 因为每一份 吃的他们都会放一份 一小份 在冰箱里面 等他去验 就看哪一个吃问题 那么就算谁的账 从前没有 法老的事在哪有 绕塞 那两个都去 对不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 求你祭奠我 施恩于我 在法老面前 提索我 救我出者煎熬 我实在 从西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 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 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 他有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如果有做什么 就不会进了 不会到监导里了 就是因为没有做什么 因为什么 是那个破梯法的太太 看约瑟 能力把揪跟他妈妈一样 眼中有神 会勾人 那个女生会勾人 我看过了 男生眼睛会勾人 我就比较少见 像我这个眼睛小小的 担担的 我儿子也是一样 我儿子小时候读小学 同学会笑他 因为他叫曾信天 人在地 心在天 他们都叫他说 曾信仙 小眼睛 我儿子说 小生小 我看得很清楚 对了 事情看得清楚 比较重要 那我们拼去 他唱 三掌见梦解得好 他对约瑟说 我在梦中见我头上 顶着三筐百饼 集上的筐里 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 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 你看 这个绿色的这个 表示这个是三掌 吓坏了 因为约瑟说 裂隙了 裂隙了 三天后 你看 你的梦是这样解的 三个筐子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斩断你的头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天 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众臣脯摆设宴席 把九正和上掌提出奸来 使九正关乎原子 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 但把上掌刮起来 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你看 到底是不是他的错 不知道啊 反正半军如半虎啊 现在这道路 半习近平也是那半虎啊 他身边很多重要的人 一下子不见了 那个金小胖也是啊 他有一个 他爸爸前妻生的一个哥哥 有没有 在日本 然后到马来西亚 到哪里去 我叫马来西亚 被毒死 那个谁 那个 俄罗斯的那个也是一样 好 重点是什么 三掌被挂起来了 可是呢 九正却不纪念 约瑟竟忘了他 我今天就是要说 有人把你忘恩负义啊 你会怎样 去 去 去 赶给他走 这个人 忘恩 对不 哎 怎么办 我不晓得约瑟被 他忘记 这几年 约瑟的心情怎么样 可是上帝没有忘记他 为什么 事后还没到 你看 人生如赛场 谁不希望棒棒 全雷达能够当中一杆进洞 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 比赛的时候 刚刚进洞是非常精彩 而且 一杆进洞 人家标准干三杆 还是四杆 你一杆就心动 你省掉三杆了 你就比别人快 前面还说 not hit ball 不要撞到 撞到的 撞到的才好 撞到的才进去 有一天我在一个教委讲这个事情 结果戴口罩 带口罩呢 针一对夫妻啊 老夫妻啊 因为那一位姓林嘛 以前是某一个单位的董事长 还是蛮高的 那太太呢 他们两个很喜欢打高尔夫 大概现在不打了啦 这种年纪 都九十岁了怎么打 那那个讲说 我太太曾经一杆进洞 然后她说 一杆进洞 他们那个 那个球 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 都要 一个是要缴保险金嘛 好像 为什么 你一杆进洞 你要请大家带大家吃饭呢 恭喜恭喜哦 你就要带人吃饭 还要送人家小礼物 她先生跟我讲说 这个穿粉红衣服的太太 她说她曾经一杆进洞 结果她说 光请客 吃饭 都是到那个大 大酒店那个饭馆去 她说光请这一杆进洞 我请了半年 请半年 你应该花多少钱 所以命运 如果像巨人难以撼动 可是如果他是处于神的安排呢 约瑟的一生有四个阶段 他穿彩衣被兄弟出卖之前 那我就不多解释 这因为他是以后有机会讲 然后呢 这是两个太太加两个小妾 然后带着十二个小孩 然后呢这个穿红衣服的是谁 是约瑟的父亲雅各 然后呢雅各的哥哥姨嫂 因为姨嫂那时候呢 带了四百个拿刀 那个武器的来迎接上弟弟 他弟弟带了一群小孩 怎么可能打得过 因为他以前骗了他哥哥两次 所以他哥哥怀恨在心 但他雅各会做人 他一批一批的往前送什么 送牛羊 骆驼 做礼物 让他的哥哥气先笑一笑 这叫非差钱 非差钱不差 那因为约瑟的母亲拉杰 早一点过世 然后他一定长得跟他妈妈很像 所以爸爸呢 就什么 就特别疼爱他 然后就跟他做一件彩衣 那兄弟们可不爽 因为你穿得漂亮 爸爸都是什么 偏爱 这叫做 反正兄弟们很不爽 你看 你看 将他哥哥们的 他又打小报告 因为他为人正直 然后他看不得他兄弟们在外面烂搞 欺负人 他回去都会跟爸爸讲 那兄弟们就很忌他 很忌他 当然约瑟还有一个弟弟了 不是因为那个弟弟很小 而且约瑟的弟弟是因为什么 难产 妈妈死了 然后 那个 那个 才留下来的 那么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瑜 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许他说和睦的话 而约瑟又做了一梦 梦 怎么说 他捆的和捆 都站着 可是兄弟们的和捆都倒下来 向他静待 所以 哇 兄弟们更恨他说 你老大 你知道我们中间还算小的 竟然还 那么那么 以为你是几啊 你算老几啊 哥哥就嫉妒他 然后后来呢 他又做了一个梦 说天上的星有十二颗 连他弟弟那一颗 然后呢 都向他跪拜 他说连太阳的月亮也拜他 这表示什么 连爸爸爸妈也拜他 所以连他老爸也不高兴 所以他做梦 因为这样的缘故 那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着那件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头没有水 后来他怎么样 被卖 卖给这个米店人 二十十颗 然后米店人又把他卖给谁 埃及的 护卫长 波提法 在波提法家里 他被卖的时候 其实有苦苦哀求他的兄弟 为什么 因为后来他们到埃及 他们兄弟们也被下到监牢里边 约瑟有报仇 把他们吓死了 然后下到监牢里边 你看他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所以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 他们的鼻子在说这些 其实约瑟有听到 有听到也有懂 你看刘边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 不可伤害那孩子吧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刘他写的罪 向我们追讨 因为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 就狠狠地修理这些兄弟了 然后说 等着不说话 先抓来 然后下监牢三天 然后放出来 然后让他们买了食物回去 但是又把银子 放在他们的袋子里边 有没有 后来干脆又说 你要把还有一个 听说还有一个兄弟 要把他带来 你要一个人压在这里 他不带来 这个就不能回去 而且你们不带他来 我下次你们没有粮食 我不卖给你们 被卖到埃及 他在副委长家里 总管 因为什么 他有智慧 虽然他年纪不大 大概那时候在十九 十七岁 十八岁 但是他就很会管理事情 有条不问的 然后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清楚 所以破地板干脆怎么样 让你管 你看 这么年轻的管家 总管 宰相的副委长 这个什么 这九门梯都 这在大陆 是蔡奇啊 谁他曾经坐过的位置 那是那个最 法老最信任的人 为什么 他有带兵 是保护 法老王的 副委长 他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大概像他妈妈长的 很俊美啊 他母亲很俊美 你看 莉雅是姐姐 眼睛没有神器 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 就表示什么 表示妹妹很漂亮 妹妹很漂亮 雅各与他同房 爱拉杰 圣氏 爱丽雅 为他服侍七年 结果一结婚的时候怎么样 第二天发现 天亮了 才发现 不是拉杰 是丽雅 哦 他气死了 他就跟他 老藏人说 你怎么骗我啦 我是爱你小子做我嫁 你做那个大人更好 那些算大人算压寡 压寡 压寡 所以丽雅的心情很当 可是偏偏丽雅很会生 前后生了六个加一个女儿 拉杰呢 丈夫很爱他 就是生不出来 他甚至哦 去找丈夫讲 你给我生一个孩子 他说又不是我能给你生 是上帝要给你才能有的 后来上帝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约瑟 但他还不满足 他又要再生一个 结果就死了 哎 早知道哦 你看 约瑟的意思就是正天 那问题就在约瑟他长得俊美 跟他妈妈长得很像 所以呢 波蒂法整天不在家 波蒂法的老婆呢 就很孤单 就怎么样 看着笑的呢 这叫什么 这他们今天叫什么 小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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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还想把我搞上床 还好 不是周间在床 只是周间在手上 你看他的外套在我这里 他就跑掉了 结果呢 他丈夫都听他的话 就把约瑟下在监牢 我在想约瑟那个时候 有没有跟波蒂法说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啦 因为如果他讲 其他勾引我的 是你老婆勾引我 不是我 我去勾引他 可能会造成他 老羽羞成怒 说不定搞不好 约瑟就 嘻嘻嘻 当然我想 波蒂法也可能知道 他老婆 不是第一次勾引人 一定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为了 一个是 就把他下牵 另外一个是什么 把约瑟跟他老婆割开 因为他老婆会跑到监牢里面找他 所以也有神的意思 可是约瑟会觉得我很冤枉啊 我管你的家 不管了什么都管 好好的照规矩了 我也没有贪 对不对 他的性格就是什么 公正不阿 因为你看他兄弟们做坏事 他爸爸派他去看兄弟 其实就说 如果他们乱搞 你回来告诉我 所以他就是正直的人 所以我要讲 约瑟 如果他是跟他兄弟们相处得很好 一起混水摸鱼 他会不会被卖到埃及 不会 就是因为他那个性格 他觉得 yes就是yes no就是no 所以呢 引起兄弟们跟他不满 然后呢 如果波蒂法的老婆勾引他 他也跟他配合 他会不会下监牢 也不会啊 但不会是不会 万一被他波蒂法发现 可能就双杀 会不会杀他老婆 可能不会 但一定会杀约瑟 anyway 约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但有时候原则会害了他 看起来是害了他 其实上帝一直是保护他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威胁 最重要的意思 是在保护我们 我有一个弟弟他很会考试 他考什么都通过呢 他那个什么 他先考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先考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海关 特考 过了在基隆 中 可是后来他看 那个以前的海关 那时候会收 然后就会分 他说 这样可以 哪一天如果一转 他一转 他就赶快说 拜拜 他就考中华电信 考 什么特考 高考 他考高考 他也过了 然后在中华电信 他是我们家里最小的 小我12岁 然后他去年也退休了 他从那个 那个 他公司还派他去泰国曼谷 开中华电信的泰国分公司 当了总经理 看他这个最小的这一个行业 很有出头 所以有时候 那个环境 不要跟 说什么 围墙之下 不拘于围墙之下 那个 那个 如果那楼子要倒了 那里面 那里面倒了 都会说 所以他埃及的煎熬里面 再怎么舒服的煎熬 不可能 其实都不是 你看那个 善长说死就死啊 你看 听 这一张一定是 在听 讲解 还没有显出哪种恐怖的样子 等到一听到说 那个善长说 他的头被砍下来 他就 真的 真的很恐怖 但问题又来了 他因为解梦而出间 但这个必须要等 等什么 这就是后来的经过 当然后来他有跟兄弟们表明说 我就是你们把我卖掉的那个约瑟 现在呢 我在这里做宰相 有没有 我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疑无自恨 这是神猜我在你们以前 为要保全性命 神猜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 这样看来神猜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是我如法老的父 你看他是一人之家万人之上 但是他又说我的地位 甚至好像法老的父亲 为什么 他说什么法老都听 然后呢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他就跟他兄弟们相认 问题在这里 他为久证解梦 然后过了两年 这两年 约瑟在监牢里面说 哎哟 那个久证出去了 我还没记住 不然来探家 也没有来想办法把我拉出去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要讲 要讲 你不容易讲 那个久证 怎么可能在法老面前说 哎 那个我在那里 我还没有被你提出来 关乎原子之前 有一个少年人在那里 他是被冤枉的哦 他能讲吗 不能讲啊 约瑟也不敢讲啊 是波提巴老婆过瘾我的 所以我被吓在监牢里面 他也不能讲啊 这一讲到波提巴老羞成怒 所以他没有抓到那个机会 结果呢 有一天法老做梦 我们都晓得这个梦的结果是什么嘛 七年丰收 然后后面七年干旱大旱灾 遍地都几乎死光了 结果呢 没有人去管你 那七年的丰收一定会浪费掉 一定撑不过后面的七年 所以约瑟其实不是救他兄弟们而已哦 他是救了埃及全地的人 连法老都被他救了 然后甚至全地埃及之外 你看连在巴洛斯坦的 约瑟的老家 他爸爸他们那里的人都来买粮食 不是只有他们来买 是在旷野所有的那些人 阿拉伯那边的也都过来买粮食 为什么 因为遍地都旱灾 但是只有埃及有粮食 所以他们就来了 好 好 就是因为这个梦没有人能解 你看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 招了埃及所有的素师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解 能远解 当然远解 里白六嘛 讲的有道理 能够说得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呢 那时久证呢 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 其实他可能常常想起来 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所以没有机会 结果这时候呢 他说 我想起我的罪 因为这就是他的机会 他说 他说 在那里 同桌我们 有一个西伯拉人的少年人士 会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 是按照个人的梦缘解的 后来 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 我官父缘职 善长被挂起来了 所以可以请他来啊 结果已经过了两年了 结果法老呢 财人把约瑟招来 病人给他带出尖 然后呢 剃头刮脸 换衣服 然后进到法老面前 你看 圣经讲 久证却不激验约瑟金 忘了他 这是最别的意思啊 无论他是被迫忘记 或是他想当当不了 或是因为太忙 这个事情就跑到脑后 结果上帝没有忘记 所以这一些理由 我说第一 是神神他忘记这件事情 因为神的时候还没到 所以两年后做了梦 而这个梦没有人能解 而这个 久证就顺口 就提出来 这会不会得罪那个 波提法 不会 因为 因为法老的位置更高 波提法 想 没有这些事情 什么少年 把我拐进来 对不对 他都不这样 那 法老就恼怒 这一段 你看 我们都说 官大一起压死人 我们当兵的时候都讲 都说我不怕海长 可是我怕班长 因为排长管不了我 班长管我 久证想要报答约瑟解孟之恩 但是没有适当的机会理由 他在国王面前也没有办法开口 所以他是一种选择性被迫忘记 而久证呢 这个才想起他的罪 也突破了他对副会长的顾忌 恐惧他的报复 约瑟呢 在受委屈的过程中 神不断地在受到他 累积他辅斥的能量 以前他在波提法家里 是管波提法家里的 大大小小的事 除了他老婆 其他他都管 这好管啊 因为有授权下来 而且 波提法辅怨家里的人 都是正常的普通 一般是奴隶 一般是拿薪水的 都没事 可是监牢里面好不好管 不好管 因为监牢里面的 在波提法家里的监牢里面的人 都是遮官 做官的 都是法老的部下 法老的尘相 然后被判在监牢里面 不好管 可是 约瑟管得好不好 好 所以上帝就是在这里累积 让他以后要管全 全国七年的粮食 存余的 剩下的他买下来 用国家的钱买下来 然后等到没有的时候 卖出去 然后又换 哇 碳系 他把全埃及地的地都买了 这其实也是 以现在来讲 是资本家的一个不好的行为 可是想想看他这七年 旱灾的时候救了多少人 我们就快乐感恩的心了 所以圣经讲 神啊 祢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 如熬练银子一样 祢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量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看那网罗的网 里面也有一个网 那罗是什么意思 罗其实上面是一个网 下面的左边是密 表示什么 是用绳子编的网 那么罗的下面的右边是什么 家 那不是家 那是一只鸡 一只野鸡 然后被用绳子绑的网子套住了 那表示什么 晚上一定会被烤鸡了 炸鸡了 我们的炖鸡 你看圣经讲 祢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的却是我们到丰富之地 所以时来运转 你看圣经说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一人和二人 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 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因为主神说 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我不配向你们为故事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你看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事势力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 玛利亚已经选择拿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然后耶稣就告诉我们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的 尝与你们同战 直到世界末了 那一起来读 不要惧怕 因你必不自蒙羞 也不要报贵 因你必不自受辱 你必不忘记六年的羞愧 不在你纪念你寡局的羞辱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就要吃大恩将的羞愧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果然认定他 他必执与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因你必要华 你必要恶事 想一想 倘若耶稣从起初 就是一个没有原则 不守主道 所以不足处有 有可认能拿一面的软柿子 果然一些的他事 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耶稣其实是 圣经版的赛翁师 他好像很倒霉一路 但是最后呢 上帝把他拉到最高 而且救了很多人 以前我对岳瑟有一个不爽子 因为七年的灾 他把全地的土地都买下来 连牛羊都归他 我都觉得哇剥削 你这个剥削 可是问题是如果不是他帮忙的话 这些人早就饿死掉了啦 全国都没了啦 所以他救了好多好多人 好 感谢神 可是 这个是过年的嘛 好 要怎么样能够得生生活呢 那么 即使在逆境的当中 你是不是还有信心呢 好 那我相信 那个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的爱必不离开你 他平安的约也不前移 你永远就平安吗 有吗 阿们